神户华侨总会号召侨胞、留学生组成了百人团队 参加一年一度的神户季 包括三太子、财神爷、台湾欧雄等热门人偶 都在神户大街上现身 是充分展现出台湾的文化特色 神户华侨总会会长陆超 期盼台日的友好关系可以日益茁壮 有40多年历史的神户季 在孟太谷振奋的演出中揭开序幕 每年以市政府为中心的祭典会场 今年同样吸引上百万民众前来朝圣 神户华侨总会号召侨胞、留学生 组成一个百人的台湾团队参加 今年共有74个游行团队 台湾团是第32个出场的队伍 两尊踩着高桥的财神爷 加上挥舞着金箍棒的孙悟空 还有可爱的台湾欧雄紧跟在后 在你是我的花朵的轻快节奏下 庞大的阵容相当吸睛 另外还有乔委会赠送的三太子 以及长7公尺宽5公尺的特大国旗 在身穿国旗T恤队伍拥护下 迎着微风前行 充满朝气与活力 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庆典 神户华侨总会与所有参与成员 展开紧锣密鼓的练习 驻日代表处乔务祖秘书宋慧云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青年部部长冯明辉 与事务局长雷成福 以及秋田县中华总会会长张公九 都分别从东京 横滨 秋田等地赶来 为辛苦的团员加油打气 这个东西是必须双方都要来出力的 才能够把它出生越来越来越出 才能够共富起来 也希望我们的华侨 还有留学生 还有日本人也能够了解 一直来保护这条线 昨年に引き続き今年も江湖国家庭 国家庭总会のお手伝いということで 今回神戸大会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この1年の間に台湾と日本共に震災があって 大変な時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我々今まで通り手を取り合って また付き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年も神戸大会の皆さんと台湾の方々の 团結を実感できて非常に良かったです 第一次参加神戸的游行 然后很高兴就是第一次有这个 就是表演这个三太子的经验 那本身我是从很必然 然后经常就是接触到私 然后今天有那种不同的角度 可以参与这个华侨的活动 然后为台湾服务 然后非常的高兴 台湾团队踏着轻快的舞步前进 在神户市政府周围 约一公里的游行路线 受到沿途民众热情欢迎 不管是新兴剧团团长王光华 所扮演的孙悟空 或是团员王绍成 郭靖伦扮演的财神爷 每一个角色都尽心尽力宣传台湾 队伍最后是光鲜亮丽的旗袍团 与华航及台湾观光协会的宣传车 主办单位透过广播 介绍神户华侨总会的历史 台湾三太子的民俗意义 以及神户市与台湾两地的友好关系 透过旅日侨胞 留学生等众人的努力 再次为台日交流 写下精彩的篇章 台湾宏观电视吴敏如 日本神户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